每一次都是李腾他说他又睡肿了 我说你过来你过来 我给你打一打吧 我说来来我给你打一打 帅帅大家好 我是Jenelle胡御师 今天在菜鸟厨房呢 我们要学做海带汤 当然我自己一个人呢是不可以的 所以呢我请来了 金姐来帮我 金姐好 大家好 大家好 我们看韩剧的事 他们为什么一定要喝到海带汤 才觉得自己过到生日呢 因为在韩国的妇女 生了小孩以后 月子里面一定要喝一个月的海带 过生日的时候喝到海带汤 你会联想到 妈妈怀我的事 喝了一个月的海带 我的身体才这么健康 是这个意思 要孝顺和爱富 对 最后我现在教你 怎么样选做海带汤的 那个海带 如果你买不好的话 你买了昆布出来 那个昆布只是加添味道的 所以买这种细细的 只要你泡上水呢 它就可以发很大 就是这个样子了 你看 它就膨胀很多 通常呢 在韩国都是用牛肉 你如果不吃牛肉的话 你可以猪肉 鸡肉 还有蛤蜊 今天你看这个海带太长了 关系 我要把它切掉 把它弄短一点点好了 金姐啊 你自己做月子也有喝海带汤吗 我七十年代的时候 新加坡没有买海带 也不知道怎么做 像现在电话的话 有视频啊 叫你怎么做 只好我有带人生来 就用人生机咯 你会切牛肉吗 牛肉啊 你会 好好 拿大一点的 哎呦为何会切 那个是切碎果刀了 那金姐啊 你有没有推荐给任何人说 哇 一定要喝这个海带汤 那天红星大翔的时候 我一看到冯岭啊 我就跟他讲 快点结婚 快点结婚 因为您也说 结婚的时候记得啊 坐月子的时候也喝海带汤啊 都说好好好 我才记得啊 坐月子的时候告诉我啊 那金姐以后我坐月子的时候 可以告诉你 好啊 你赶快找对象啊 好 我这样子切就够了吗 那你先开这个锅吧 这个锅我不会开 金姐这个锅我也不会开 真的吗 不要啦 OK我尽量我尽量 来 开了以后 放油 放麻油 我先把这个锅换掉啊 好好好 这样好 OK 我们再做一下 有有烟了 放进去 全部放进去 OK 快蹬了 啊 哈哈哈哈 啊 算多月子放 就这样 一直炒它 嗯 这样给它炒一炒 本来是我煮的 然后金姐 烤不下去 你不如不如看 你会炒的话 它那个样子也会出来的 啊对对 有吗 有吗 有有有 哈哈哈哈 比较容易 小心 哦呦 金姐啊 那生日的时候啊 不是要喝那个海带汤吗 对 你现在生日都有喝吗 有啊 每年都会一次 嗯 它一定会煮啊 哦 很孝顺耶 嗯 OK 鱼露在哪里 鱼露 鱼露是这个 放进去一起炒一炒 你觉得你有没有什么角色哦 你没有演过的 我是很想演警察 很想演护士 哦 不错啊 我觉得金姐可以演护士耶 对对对 就是说你想要演那种动作片嘛 如果要演警察 年轻的时候可以 哇 多么危险 以前你现在已经很幸福了 刚进来的时候 我们拍那个古装戏啊 幸亏我有舞蹈底子啊 两个腿这样弄的 那个钢在上面啊 我们还要可以耍这样啊 外面上面一个旗下来 那个钢打到脸上 就是整个回容了 哦 哦 所以你们这个很幸运了 啊酱油酱油放进去 加到水啊 炖半个小时以后啊 它那个味道啊 应该是可以了 那金姐啊 你对黄昏之恋有什么看法 哦 不谈这些啊 什么黄昏之恋 对我来讲 我是一个老古董 拍戏第一次啊 世代同堂 我是马姐 我的男朋友 就是谁跟我私奔 都一讲私奔 我脊皮可得得起来啊 我就是已经说了 还是你有说 你有想要特别跟谁合作吗 有没有没有没有 大家合作就是朋友 啊 恨你 当然了 哦 你的脸型啊 很可爱 长得有点韩国那个 韩国女的那样 那我也可以演你的女儿 或者是 孙女了 现在就是我孙女 好啊 来 你加水吧 哎呦 有点烫 嗯 你不 你懂那个盖什么 锅边上你要用那个布嘛 那现在要做什么 没有 就给它炖啊 炖把炖啊 炖把 要盖吗 油锅盖 我也懂了一下 对 你就给它盖起来啊 那现在我们在等这个海带汤煮的过程哦 我们就先做那个凉拌的 韩国人很多东西啊 他都把那个豆芽凉拌好啊 海带凉拌好啊 这个又很清爽 又可以解壳 除了海带 我们还要做其他的准备吗 好 好 蒜头我想看你切蒜头 不是吧 不是 没事 不用 不用 不用讲 你看 哦 你看 谢谢金姐 啊 本来是想要靠我弄 然后之后还是上证了 那这个葱花就要切这么细的 红星大奖不是要到了吗 有没有什么习惯是每次红星大奖一定要做的啊 这个肚子啊 多多少少要紧啊 腰要有个腰的形象 穿礼服才好看嘛 对不对 那其实金姐平时也是很健康嘛 我听你说你也不会就是乱吃食物对吗 也是平时有做一些运动 对对对 因为啊随所年纪啊 你的血管越来越小了 想去抽血盖什么找不到血管 以前年轻时我打个牌啊 这边50个巧克力 这边50个巧克力 我一天可以吃10个冰淇淋 是几分钟就吃完的 现在呢尽量少吃 像去年过年我吃了一罐的花卷的 不知不觉看电视啊 吃到9点多 笑话不良 逼饱逼饱车带去医院 所以你看多么好笑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们就是要从这些失误中学习 你之后不可以这样子哦 是是是 算人物不用放太多 放太多的话苦 一点点吗 嗯一点点就好了 吃蛮你喜欢放多就放多 全部啊 嗯对对对 那可以 好 好来 这样就好了 嗯这个时候很简单很简单啊 对啊 菁姐恭喜你就是 哈哈 进入20大啊 进入了20大啊 真的是很开心很意外 那这次你有投票吗 我的电话里面我没有户口啊 哦 我的朋友很多朋友 他们不知道还要登记什么密码了 所以我也不好意思叫他们投票 为什么要不好意思啊 哎呀已经进了已经就开心了 我30年呢我才拿第一个奖啊 就是默默的这样等了等了 因为这是我的爱好 所以不要放弃罪梦 能拿到奖单是最好了 我更希望说一次到80多岁我还可以跳舞 还可以演戏 我要拿上台拿金那个啊 你要再拿那个十十 十个当然是最好了哦 上神台那是最好了 那是我老人家的期望咯 最求自己的梦想 加油 走吧 加油可以可以的 菁姐你要教我跳一段舞吗 哈哈哈哈 反正我们还在等食物哈 我是歌星出身的 所以我一个人可以在舞台上 支撑一个小时的 你看我刀写人家可以看 这样动 就是 其实有点像那个健身操 就有时候这样扭扭 菁姐啊可是我们本地哦 第一位寒流偶像OK 哈哈对对对 所以其实你TikTok上面的那些舞蹈 都是会跟你的女佣一起先准备 然后再跳的 还是是即兴的 我都不晓得那个叫TikTok 我穿在家里的衣服 她叫我做的呢 拍照 他们俩就忽然站起来转一圈 我去看转一圈 我也站起来转一圈 两个佣人就笑的不得了啊 在那个超级市场的 你们一起拿一点东西 然后就突然间跳舞那个 那个是准备好的吧 那个是准备好的 是有一个小的 他在菲律 他有做个舞蹈员的 他就叫给我 我没想到我的腿可以提很高 所以我要在韩国电视台 都播出来 新闻播出来 是啊 嗯 好那我们的这个海带汤是 看看啊 你先试试它 它汤底的味道吧 听起来你知道我女艺人 最怕出镜的时候 会就是水肿 没有对我来讲没有水肿这句话 你是从来都没有水肿过 嗯 哇 我知道啊 里藤啊 每次上小麻烦的时候 每一次都是里藤她的时候 她又水肿了 我说你过来你过来 我给你打一打吧 我这个时候来来 我给你打一打 打一打 我想不是大家去泰国也看到 帮你脸打一打 我给你打一打就消了吧 哦 好 我知道了 我学会了 不是啊 好现在我们做好了 我们就可以试吃 不错 很轻口很轻口 我觉得它的汤其实是 比较清甜的 嗯 因为我老了大概我喜欢吃清淡一点 不是 可是我也是喜欢吃清淡的 但我觉得清淡有它清淡的好吃 是是是 而且这样吃的其实对肚子啊 对身体啊都比较没有负担 是是 我吃看那个凉饭的 真的是比较清爽 而且因为它有水果醋的那个酸 所以其实当你吃的时候 你就觉得很开胃 金姐啊 恭喜你入围 最受欢迎女艺人 二十大 所以呢 我知道啊 韩国呢有一个习俗 就是在很重要的日子前啊 是不可以喝海带糖的 比如说很像考试前期啊 这个范儿我不知道的 有吗 有 真的 可是我知道那些学生会吃什么 他们喜欢吃比较粘性强的食物 高啊 所以啊 高 我为你准备了 抹鸡 抹鸡啊 希望啊你能够再次闯入十大 抹鸡 步步高升啊 是 好 金榜提名 是 谢谢你这么有心啊 谢谢你们制作单位啊 希望大家可以特别替我准备这个糕 好 吃了啊 耶 嗯 嗯 好 真的很好吃 很好吃 那现在呢 我们学完了怎么做这个养生汤哦 如果你也是对养生有兴趣的话呢 可以关注由新传媒主办的网络研讨会 守护身心保健展 它将会在3月26号到27号连续两天举行 那天会有医生和专家教你保健运动 烹饪示范 还可以解决你所关心的健康问题哦 现在就上bodyandsoul.sg报名吧 喜欢我们的视频 记得like and subscribe 点赞并订阅我们的频道 记得开启小铃铛通知 视频不能看 点赞并订阅我们的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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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并转 linux tę 这样 我们sm断